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为大家讲解了一盘 是吴清元碑的女子决赛 第一局三番棋第一局 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 这盘棋很精彩 是第34届中国维棋天元赛 三番棋第二局 由杨顶欣对联校 第一盘是联校1比0领先 我们也说了 三番棋第二局比较重要 反正这盘棋如果联校赢了 那就2比0了 天元造手 联校就能连着笑了 联校已经三连霸了 还是四连霸 好像是17年 我记得他拿的 那就是三连霸了 所以联校的国内比赛成绩特别好 特别是天元这种头衔战的比赛 因为他是挑战者 对 你得了冠军 所以你就可以第二年你做的只要赢 赢那个挑战的就行了 对 你只要是咔咔两下 对 就继续在联霸 这是最容易联霸的一种 没错 形式之一吧 他不是说从头打起的 如果说你是拿了冠军之后 还得从头来的话 那就难了 对 真正难的联霸是那种单淘汰比赛的 但是从头来过 这32强从头来 哪个都不好赢 然后发现 赢的盘数也多嘛 这半期最后是 经过猜先是杨顶欣直黑 那我们也赶紧跟上时代 好 因为两个人现在杀的正激烈呢 杨顶欣正在争取屠龙 我们 这个你看像到现在 这个手脚是手这个脚的 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 以前都是考虑这样手 还是这样手 都是手这个脚 那现在是布局 手这个脚 这个让你挂 这我一开始看谁 特别喜欢这么下 看王爽 对 女性手里边王爽 你对他你不用准备布局 他拿黑 他永远是 对 一般的 高挂 高挂属于比较大方的下方 把这个实地让给黑琴 飞 然后拆散 飞也是讲究配合 这个的话 配置就不太好 还是飞起来了 杨顶欣属于是好人一个 你看你让我了 我不行 我也让你一点 礼尚往来 把这个脚的实地 再还给白琴 退着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流行定式 这个场合 你看白琴就选择跳一了 对 因为这边没有配合 是的 然后黑琴挂了 对 这现代的理论里面 这个拆呢 现在是无所谓的 就是你加我这三个 也不怕你攻 这那以往的话 一定是高拆或者低拆 这也是不同之处吧 没错 所以你看这一挂 现在这个黑琴 白琴也没走 拆 对 黑琴能够这样签回来 还是很满意的 对 要是我下 我肯定不会走这个 我这管你怕怕的 不怕那是 黑AI不怕 对不对 又不是说你不怕 我肯定先打入镜 来跟你这个战斗 先进去再说是吧 对 我这边毕竟是我的子多 连校 现在这个这盘前还下的比较稳健 这也是比较奇特的一点 连校他本来棋风 那是非常刚猛的 他们叫他连刚 他的这个网名叫大刀向往前冲 你看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平稳 然后这个 他先走到这儿 先走到这个 这个就不是太欣赏了 因为你本来也可以直接进来作战 为什么要等他拆一个才走 是吧 变成一个二路潜水艇 先挤 挤一下再靠 这是一个调子 你要当靠 以后这个挤不着了 这样大家就交代了 这个局部 对 就下成这样就算告一段过了 然后再走到这个 然后走到这儿 就瞄着这个跨 这也是这个局部的一个常用手段 没错 跳出 关于这不跳出 其实还是蛮难掌握的 因为你跳出 眼前就就 就就有一个 马上有个夸张 对 所以我建议咱们起有 你就 第一个 把这个毛病补 他便宜 给他点便宜 胜负不在场 这样下 你这个局部肯定不会吃亏 因为他在封你也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他好像是便宜了一下 其实你给他 这个便宜 他就没什么味道 王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倒过来看的话 他是下不成这样的 他本来不会这么下 我的意思就是 你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 你这个给他了 这个便宜了 其实他反倒没劲了 你这个 你看这个 你不给他便宜 他来了 这个跨 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一加 跨一个他现在不能冲 你冲着一段 一走一爬 你这也搬不动 你搬也反搬 因为这个气急 这个 这样 白旗就把黑旗给断开了 这个也是很 断这个 这个旗就是断哪吃哪 如果你要断这我就吃掉了 对 脚就不要了 爱谁谁了 脚他也吃不掉吧 对 这就吃起来 他可能有点伤 对 你要比方说你要断这边 断一个是吃 然后断吃 他尝一个黑旗 你要吃这个不行 吃这个你来不及了 你尝一个的话 以后这有一拖 黑旗脚里还有各种余味 小杰他不是比他长一期吗 那你这有一个先手 他这个团先手 那是没办法的 对 是的 所以你要断哪吃哪 这个大家可以死尽一飞 基本上这个 对于这种冲断的形状 都是断哪吃哪 对吧 那你看 断这个 他就把它吃了 他就吃 这个其他为什么说这个不好掌握呢 因为你这个三个被断开 嗯 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断的样子 你看这个被断开之后 你无根无拒的是不是 这难免被攻击啊 难免要吃苦头 不好掌握 所以说你当初就别硬撑了 这但是我们要知道 AI的首选就是跳出来 AI不怕啊 AI觉得你断开就断开 无所谓 他觉得没关系 但要是要是我的话 我当初就跳一个算 对 那你更是 我觉得跳一个挺好 是的 所以说我们学AI的手法 还是要多学自己能理解的啊 这种高难度的就算了 你看这个 如果黑系现在在跑这个的话 那这就不合适了 自己完全是单关 没错 我总觉得这个被断开 这是好事 黑系一定是要先把这个站住啊 要跑也得带着白旗一块 拽着你一起跑 对对 然后跳 但这三个这显然是黑旗是不太好办的行吧 往外跳 往外跳 那还在白旗这一把把这个吃了 这旗筋吃通了还是挺愉快的 这个主要是好下呀 白旗好下 这个厚啊 又厚又有木 你看你干 这就只能干着外边了 它是冲了一个 冲一下也没区别 反正也得粘回去 嗯 这这 这俩已经吃到手了 多好啊 是不是 你这个你还不能断底下 对不对 你断底下我一粘 你这四 你这边还有危险 没错 你只能这样吃 这吃的好像完全不是地方 对呀 这我也就不尝了 我要尝的话 我这被你一尝 我这可能还这个 还被你来个什么气子之类的 我就给你吃那一尝 长他提掉 你看你提一个 但是这个被人家长头烂了 这地方还多跳了一个 不知道要干嘛的 这个白旗多好下 我总觉得好像白旗 黑旗怎么下的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被AI害的嘛 这个旗啊 你要不学AI啥事都没有 一学你看就学成这样 学的不对是吧 没什么学的不对 因为就算下成这样 其实黑旗吃亏也没吃太大亏 但是我就是说 这个旗不好下 你要你要现在我们设想一下 你现在咱们各位旗友拿的是白旗 你多开心啊 对吧 至少人家吃一个 你吃人家俩 你还有木 这头又粗的 是不是啊 我要拿着白旗 我也开心 嗯 虽然说现在这个黑旗胜率还没崩啊 白旗也就稍微好一点吧 就感觉挺好的 感觉好 下旗心情毕竟很重要 是的 对不对 心情好 百病不生嘛 是不是 没错 走这个 抬这个 这部棋呢 是被AI小小的批判了一下 这种地方 AI就特别准了 我们说这个局部战斗的时候啊 你要自己计算 但是这种空旷的地方哪个大哪小 你别算了 因为你也算不明 你就听AI的就对了啊 AI觉得这个大啊 把这个救回来 搬起来 把这个当初你二路闲人艇 这个兄弟救回来 来渡过 就是说这样 至于这个地方公共地带 不要紧啊 你你黑走白走 谁走都差不多 因为你这地方出着头 黑鞋围不出大空来 嗯 这个AI的经济 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 这个实战呢 这个这部拆 显得这个味道差了一点 然后杨领兴就坚冲 这部起下得很好 这个我觉得好像走到杨领兴的这个路上去了 这个坚冲味的时候啊 也是AI的这个绝技之一啊 三大决技之一啊 压迫你 你怎么他都走在你前面 你怎么下都得吃亏 但是你现在又不能不走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尽量少被别人加坚冲 你不被别人坚冲 最简单的你不拆 不拆坚冲不照你 或者说你拆个高的 很野心啊 这个所以这个低拆 略显平庸了一点啊 这个被他坚冲确实挺难受 坚冲好气 白旗只有爬 爬他查 你看你这度过也为对吧 你现在要爬过也为不出几木棋 那中间黑旗隐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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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势力了啊 要呼应上了 然后白旗拆一起 这都是下的窄的地方了 对 一下子棋就局促下来 他黑旗这样一飞 多好黑旗都走到外边了 对 这也是杨领兴喜欢的 对 咱们这个围棋里边的里外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关注这个高手 他一般都是走到外面 对 棋子要下在外面 因为你走到外面 你看这三个 估计50手之后还能发挥作用 但是你这三个就正地了 这辈子就这么照了 这个永远都没什么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棋子 咱们还是要尽量走外边 对 是的 那有句话不叫高者在府 是吧 这个高者在府的意思 也是有走在外边的意思 然后在这 你看这全是在里面 什么事 拼命在里面 对对对 白旗这几手 就把布局获得的优势给送回去了 主要他不往这儿走吧 他又不肯自己一个人爬回去 对 他不爬吧 他被一个人拐下去 这就是自己为难自己 对对对 何苦要自己为难自己 是吧 不知道怎么走 你就度过吧 又不肯 对吧 不度过吧 这还被人家压着 被人家拐下来 对对对 所以最好在这里 靠一个 这个调子 连天员的调子不太好 这个局部 我相信他笑不出来 开始笑得挺开心 是吧 这个地方 我看他前一盘 下的挺顺当的 反正赢得挺舒服的 是 这盘看起来 要遇到一些困难了 三盘棋 第二盘最重要 靠一个 这个其实你要接住的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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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被人家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管下来 整体眼位的问题 越来越重 所以他选择这个 转身 这样长 期望着你要粘 那他这样一断 脚里挣个先手 然后再怎么爬过去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 的 我要是拿着白棋 我下到现在是很感觉很别扭 这个体 对啊 这就在人家 这颗夹缝里面拼命在那钻 对对对 这种感觉 没有多少价值的地方 嗯 这走不出什么东西 很明快 冲了一沾 哎 沾上 先手 哎 获得一个先手 然后在外面一打 嗯 仍然控制着 外围 没错 你不是不想度过吗 我就是一定要帮 让你往这走 把你摁到几下 对对对对 这个白棋是有点难过的 嗯 所以说白棋拼命往外赠 啊 这也很神奇啊 因为他这个压是有先生 是 所以说他走在这 你也不能尝 你尝了一冲哈哈笑了啊 但是原理性没那么听话了 那反斑啊 他要求把你断开 最严厉的反击手段 断 还是围绕在这个地方展开 你到底回不回去啊 就问你一声 你到底回不回去 对啊 你这个打的长 还是走在里边 嗯 反正黑棋自己是没有危险啊 你什么时候一旦屈服了 往这走 那白棋就亏了啊 走完了拐这个 那他的意思就是 总算腾出手来了 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地方我就是不走 你来吃我吧 吃了我算你本事啊 但是他这个拐 产生了这个打 这个这地方有路了 所以说黑棋现在 也得 把这个毛病捕上 爬 然后他算了吧 我既然这已经拐到一手了 对吧 我这边仍然也就算了 要不然被拐下来 整体没活呀 哎 这个地方大家你看 这联想的 这个就是水平高 就靠在这了 他虽然这地方好像是 你看他钻了半天 好像在这里 但是我这屈服的有面子 因为这地方找回来 走了一手棋了 已经 这就是一种均衡 是 你要直接回来了 那这就不是联想了 嗯 嗯 这一爬 然后黑棋呢 哦 吓什么呀 哦 他小尖了一个 这个很 这部器令我有点一下子有点无语了 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你这不补我吃了你 但是有这么急吗 这个尝尝不香吗 这个挺好啊 我觉得这个反正你也搬不下来嘛 尝尝就算了呗 他可能是想的这个都已经很厚了 他我不肯尝 他就是不肯啊 但是你不常就被白棋搬起来不大嘛 总而言之这部间呢 不像是这个眼底心的风格 嗯 这显然不是很着急的地方 对啊 还有着呃 白棋不硬的风险 那白棋肯定不硬 我觉得 他沾上 连你都不硬了 我肯定不硬了 那连校更不会硬了 我觉得肯定不硬 把这沾上 先看看你是退这个还是补这个 嗯 你要补 你要补这个 那他马上就一冲断 这个白棋 这冲断好像让黑棋难受 啊 因为你这有个尖了 我这一冲断才让你难受啊 如果你要接里边的话 你这地方多了一点之后 味道有点不太好 这一压 这以后来一搂包 里边还有收气 没错 啊 对对对 这个 所以你要一吃了的话呢 你本来呢 就吃在这挺开心 但是你这多了个尖的太重复了 嗯 所以说连校这个冲断 吓得很妙 对 吓得完再一粒 都是先手便宜 吓得让他很难受 啊 然后你这个 你很痛苦的一点是你永远做不到这一项 啊对 你要能冲到的话 好歹还挡住了 是 但是你现在冲的话 人家把你这个脚里吃掉 嗯 啊 冲不着呢 你占不到这个便宜 他跳了一个 然后被冲了一下 嗯 对啊 又损失了一点木树 嗯 这个地方呢 白棋又笑了啊 白棋又开心了 嗯 然后把这个搬起来了 啊 这三个其实就算死了又如何 也不过就十来不及嘛 主要是黑棋这个段 段上去 我觉得感觉也不太好 主要是心情不好 嗯 因为你可想让人家硬 对不对 结果人家不硬 人家不硬呢 那你还觉得很没劲 嗯 又不是说一段很开心的段 啊 这个就是不舒服了 主要你断了呢 他不一定会直接跑 但是他比如说 格斗远远的天元这一带来一个 那你还吃不吃啊 这三个不断 你也得断了 不断你这尖的什么劲啊 是不是啊 哎呀 这断是也是得断了啊 那这中间怎么 拿走一个办法呢 他是走在这儿的 但是这高手呢 就是这得 像杨鼎心呢 他说等级分连下都是在前十 对 都是成名已久的这种 大高手吧 嗯 因为这个暗用 暗用咱们话老前辈的说法 就是高手臭都有臭的道理 你别看他觉得好像是 你很看不上对不对 啊 啊 AI也看不上 咱们也看不上啊 大家都看不上 但实际上你看看黑棋 现在这个断开之后 中间这不起 你假的不下了 中间还是很 对很有潜力 还是很有规模的 嗯 这个白棋也不能小看的啊 嗯 你不能说一这样人家 好像走的什么不好不好 形式就不行了 是不是啊 我们这都是特别有拿这个AI 是吧 然后在这批判 没有AI 哪敢说啊 只敢说这个好厉害 是不是啊 这个好厉害 但是实际上 这个棋呢 可以说断在这儿呢 还是白棋 我觉得更容易下一点啊 我是站白棋这一边的 嗯 对 因为你白棋一旦进来之后 黑棋怎么攻 我们知道攻击总是比男方重要 对对 攻到哪里很困惑啊 特别是连下这般棋 你要为啥 你看这一挂他就捞捞实意了 他很了解杨顶星 这两个人都不知道下午多少回了 是不是 杨顶星的棋特别均衡是跟于智英很像啊 善于收控啊 你这种让他攻杀很难 一旦什么时候你这个非得让杨顶星杀你大龙 你这个棋已经成功一半了啊 那连孝就是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对连孝很鬼 连孝他这个也其实连孝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他把你控捞掉 然后让你来杀我大龙 所以很很鬼啊 嗯 让我们看看啊 黑棋 这个位置很好啊 那这样都就太深了啊 这个入阶一环啊下的很好 然后黑棋 锁住 啊黑棋锁住 这样啊 锁这个啊 因为你不守这被白鞋救回来 你自己还有点危险 对啊 那先是回首一个 然后看你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棋啊 离胜处还早啊 就离谁好谁坏也分不出来啊 旗鼓相当吧 对 然后打吸一下啊 视为先手便宜 接上 然后再跳一会 然后再跳啊 然后仍然问你吃不吃啊 当然 其实黑棋这步棋最大的目的不是吃这个啊 要去把这个安全 对那现在有了这步飞呢 这个已经安全了 那自然黑棋不会再吃这个 没错 黑棋的反手攻击 左这 他还是看着要攻你的 这个策略上 嗯 连向是成功的啊 因为让这个杨炳心不善于攻击的人 发起攻击了啊 策略上是成功的 但是从这个形式上呢 仍然是没分出好坏的 因为现在黑棋这个空也有 这也有空 这还有一片形式啊 这个应该是很难讲得起 白棋小飞 这个你看看 就飞得让你杀我啊 你其实按照合理的角度 这个 对往外跳跳出去 人家都不要的东西 你招啥急抢呢 是不是 这没几模棋啊 对 不 非得拒绝的 把这个也可以叫回来 你不要我就救回来 来杀我吧 这个语言非常的直白 就是你来杀我吧 求杀啊 这个杨明先生生气了 我不客气了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嘛 是不是 你真以为我不会吃你 对 如果你要冲断 那我就帮助 你断 我不是要跟你那战斗 而是我藏 利用这个先手 要杀你这个 那我就真就不客气了 对 就雷枪一看 这确实是这个老虎一发威 还是有点怕的啊 但是他是这么怕的 这不狠的 就每颗子 他都全部都接回来了 他这个接回来 这么多 他一会就直不定把这个救回来 还要再跟你弄这个 就是一毛不把 所以现在这个 你看这当初这个断啊 黑气如果他吃不掉白气这一串 这走的都是单关了 这个现在 关键是围绕着这个中间的四火展开了 好 好 黑气压上面 压上面 这个先走后 好 因为这个一断开之后 黑气这个也没安全 嗯 然后再点 好 这都是攻击的要点啊 在这 虽然杨顶欣那个的奇风不善于攻击 但是并不说明他没有力量 对 他只不过是哎呀就那 他人不攻就不攻了 对 大家都能好 对吧 我反正关子就一强对吧 一目一目就够了啊 但是不是说我不会过 你把他惹急了 他也来 你看这走对啊 就这就一刺一冲 你瞄着断 嗯 然后 人家防断 这也是比较痛苦的一步 因为这一场这个外围黑气走的 就非常好 嗯 我们要知道这个气 白气虽然说拼命的选上黑气 来杀这个白气啊 但是白气其实自身的收获 并不大 因为你想想你救回来就实来不及 嗯 黑气这样一手产生着一个拐 价值也有实来不强 也就是说这个气 黑气不是说一定要杀白气 嗯 白气是绝对不能死 死了那就没法看了 太大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实在是 我们只能说是联想的策略成功 嗯 但是这个气 他好不好就另说了 其实这个 就差不多 你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挺难下 这个我也是这么觉得啊 就因为这个气你就不仅仅活 还得活得漂亮 啊 但这个制孤这东西有的人他治的好 他就哎 这局面挺好 最善于制孤的 以前的前辈肯定是赵志军老师 是 那美盘旗恨不得都耍大龙 没大龙耍就没精神 嗯 现在咱们国内以前大家都认为 陈阳玥善于制孤 是吧 确实是 因为陈阳玥为啥善于制孤呢 因为他太喜欢实地了 对 他美盘旗都把实地捞到你 不去杀他不行 嗯 他虽然没说是一定要制孤 但是在他的眼里实地最大 对 所以美盘旗就是不知不觉 就形成了这种制孤的局面了啊 陈阳玥的制孤能力也不错 嗯 当然你是科捷 也有很多盘经典的耍大龙的场景啊 前不久的这个跟变相依 对对对 那个大龙耍的 哎呀 最后把变相依全吃光了 也是很也是很精彩的一盘棋 我们来看啊实战 接下来这半棋联校怎么样制孤啊 刚才一一二啊 跳点然后跳 对 这还瞄着这个这个是吧 瞄着这黑棋的这一些毛病 嗯 然后一一三 黑棋往那走了一手啊 啊 这这这刺了一手 对刺了一个 因为现在没有从里面刺的可能了 嗯 然后再沾上 刺完那沾上 现在这白棋这个眼位可绝是没有啊 对 而且我们前面说了这黑 白棋不是说活了就行啊 白棋还得活得很好啊 所以说这个棋还是黑棋主动的棋 有点难度 加对啊 嗯 嗯 嗯 那黑棋冲断 冲 啊 哎呦他不是说断的啊 他这个凶悍啊 他不是说断的 点 冲了点 嗯 他说你都死了啊 哦 他的意思是我要吃了你 你吃五个没关系 这很明显了 这已经 这样他产生这一个叫吃的先手 嗯 这样的白棋确实是要被干掉 你不能这样冲出去让我提这三个吧 这也太难看了 这也太难看了 然后这边还没活呢 对对对 还没活 你看这个 杨敬星一凶起来也是够凶的了 是啊 这种冲了不是断了 是冲了点 一般来讲这都是裂型啊 嗯 我们看看脸下敢粘吗 不敢粘 哎呦 点的不敢粘了 他先这地方先跨一个 嗯 这个黑鞋自然是要冲 啊 然后他选择了粘上 当你粘的时候 他再反冲 他是先断了 哦是断 先断 哎呦这个地方 连像下的也是也是 沾上 也很也很激样 如果你要粘这个的话 都是看的都是 在这打一下 他这里这打 对是的 这样你前面这个断就不 就不成立了 嗯 无形之中这个七倍撞紧 嗯 所以你说杨敬星 粘这只能粘 然后他再选择这个 因为很妙啊 看起来 他又去哪走了两下 他他在这拐了一下 这个他没冲 对 但不是 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个 连像看起来很凶险那样子 是啊 我这看的都嗯 这是先手吗 他走哪去了 他就是弯了一 狗了一个 拱了一下 然后他准备这么拐了 就是说这个局部 连像认为已经交代了 只有往这地方拱 一般来讲 这时候都是非常着急了 我觉得已经很凶险了 对对对一般来讲不是不到万物得已 不会下出这种气的 如果说 黑气不硬的话 我们看啊 假设黑气不硬啊 随便里边破个眼 他这地方可能是 他是不是有这一扳 单扳是吧 单扳他 他怎么应该 别装了 就这样吧 别装了 别装了 这样你要 这个 他这也冲断了 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 他就靠北 对他这可能 这个路 就处出去 出去了反正 这个路先跑出去再说了 虽然比较急躁啊 但是他这地方还是有个路了 对啊 那我们看看杨领西怎么防守 杨领西选择的是这样 靠这个 好齐啊 要直接挡的话就被便宜了 没错 他这样的好处的是 当你这条路再走的时候 他就可以补外边了 你比方说 这个对 这个好 冲不断了 这种就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嗯 这个好气 那就是说 他这不靠 如果说白旗不敢硬的话 这个冲上来之后 这一吃这条路也没活了 嗯 这是有价值的 对 黑旗已经有十几目到手了 他就一边吃着你 一边还 那边还看着木呢 不是说非得就划上一条路 非得把你吃了 对 我们说这个白旗不是活了就赢了 因为白旗没有说 不是说哪别的地方吃了一块 对 这都是他自找的 是吧 林小冬就是采取的策略啊 嗯 那这一靠不敢硬了 嗯 那不敢硬了 走哪去了 还是冲一个 这个都是 都是 都是拱在里边 我说很不看好 很不看好 嗯 然后 黑旗呢 黑旗跟着冲 不能挡了吧 这其实是挡不住的是吗 你挡的话 他肯定是吃这个 接上 然后 他接这个 拱到一下还是有用 要不然他本来是 可能是断不掉的 这一虎是不是已经坏了 对对对 这会形成一个杀器 这是杀的影吗 这好像感觉是不太容易杀 可能会出截 但出截问题是黑旗没截 所以说黑旗这个是挡不住的 哦 那这个当然 呃黑旗这边已经有收益了 这边可以柔软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杨立新怎么操作 啊 他就是退这个 长 你再长 嗯 他不打算跟他正面的 就非得硬杀他 这样一打吃 他没有那么强硬 哎 你长的时候 打吃 哎这个打吃 这也是先手 这本就是被抓了受不了 你干吃后 看看他外面怎么处理 站在这的好处是 嗯 你这个还吃不掉这三个 对 这样他这头没有毛病了 嗯 你这三个还吃不掉 嗯 这个收益已经在手了 哎呀这个杨立新不是连校笑了 杨立新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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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连校现在是 被这个杨立新攻击的比较狼狈啊 我们看看他 呃 能不能有反击的机会 把他冲出来 这个地方 对现在冲出去 嗯 然后 然后黑棋把这个长了 这个这个太愉快了 这个特别愉快 对对对对 这一双之后 这两个字已经在嘴里了 嗯 这等于是黑棋 白棋上面的形状已经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破了 嗯 然后但是呢 不能小看他这一粒啊 其实棺子也很大 是的 这个打也有拭目起来收获 嗯 那不是这个不是说自己 里边两眼做活啊 这是一带着木走的 像这种时候的活棋呢 一般就没那么难受啊 也就是黑棋这地方 虽然得了一些便宜 但是白棋这地方 又补回来一些 嗯 所以说这个棋啊 就是比较妙啊 还是很均衡的啊 如果说白棋这地方 只有两眼做活 那这个便宜黑棋是白来的 嗯 那这个棋 黑棋 白棋就难了啊 白棋这一粒也有十来木啊 这个价值 然后我们再看看黑棋 我深刻的体会到 哎不对 为什么他叫连刚 没走这个 他把这个爬回来 你想得到吗 哇 这个太猛了 我简直是 不是 这个一打他不是没活吗 打一个他 他这里可以扛一下 他是挖毡还是 他是挖的吧 挖了我怕被 不挖这样冲也行 这单冲可以是吧 反正冲完了把你断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深刻体会 反杀黑棋 有这种手段 有这种手段 这其实这里面杀器也没看清 根本就 当然他基本上他他应该是挖是可以的 我相信以他的计算 我觉得他应该是挖的 应该是挖的 有这个反杀手段 所以他走这样 也就是说 连校认为这样简单的走 这个被吃掉 他鞋是未见得便宜 所以他一定要帮振一下 然后我们看看啊 杀的真够硬的 搬一下 真的是硬 然后杨磊欣行死了半天 还要惹不起是吧 算了 没敢杀 先回头 没敢打 回头是岸 不要着急 确实是杀不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吃完了白棋这个有眼 白棋这个有眼 你看这白棋这个袜子成立的 对他现在这个局部 是有袜子成立的 白棋有眼的话 那黑棋杀不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又被白棋贴回来 那这个黑棋的收益是大幅缩水啊 本来想着立下这一份 对 对对对 放手 然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没训练 没训练 只有只有走这个是吗 他是先打吃这个 他打吃他跑了一个 天哪 真能跑啊 这都肯定了 这是打不死的小强 打不死的小强是吧 但是无论和黑棋 如果说一旦被逼迫的只有走这个 那我走怎么 然后你这两个再吃不住 那个黑棋不对了呀 黑棋在干嘛是吧 因为黑棋现在的收益 已经被这个利益大幅抵消了 沾上 还是瞄着杀这个吗 但是这个黑棋 这已经要动粗了 我觉得他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黑白棋的眼型非常的丰富 哦 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马上 呃 这我觉得好像 硬杠了几步之后 画风大转 我觉得现在是黑棋 变得黑棋困难了 因为现在 现在在这个上面之前啊 黑棋这个收益 被白棋唯一力大幅抵消 现在中间 如果说黑棋吃不掉白棋的话 那黑棋的收获在哪 是不是 黑棋反倒是没地方找回收益 因为黑棋白棋这个冲进来 价值还是很大的 你现在这两个还 噎着你不行 让你这个吃也吃不掉 难受得很 我现在回头看王老师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黑棋 刚才有没有硬杀的方法 我觉得有可能硬杀 因为黑棋气很长 刚才煎到这个的时候 他这里有武器 如果说冲完了打完了 这一下狗在这里的话 这截肯定是要有的 但是截 即使你提早一下 这个杀 我不觉得白棋能杀一 这里边 我们这个展示没有看出来 需要计算 但是呢 形成这种局面是联效成功了 我是觉得刚才可能黑棋有一下子 能击溃白棋的方法 比如说我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说黑棋地方早先 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早先就来靠一下 把这下走了就好了 但是没有那么多嫁出 这世上没有后悔也好 还被连下这样杀了一下 然后这边一粒 这个充限的收益就没那么大了 然后中间你现在吃不掉 你是找不回来这个损失的 那怎么办呢 杨底信 现在该轮到杨底信召集了 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现在是该 嗯 该 现在在白棋下 哦 要白棋是靠这个 他是因为这个长式线手吗 他要拐了粘上 哦 就是 他要单拐的话肯定被断了 他就说你不能走这个 对对 那他这个贴是线手 他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一靠 那我就扳住的话 他是要反扳吗 可能吧 啊 反扳 然后你要挡住的话 他这样再一打 你一粘 他再一打 他这长还有线手 那黑棋都漏了 那这一靠看起来很厉害啊 啊 这就体现出这个连校的战力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形状 黑棋肯定是走的有点问题啊 嗯 这两个子这种时候 最好是能这样一手吃掉 对 一旦吃不掉 问题在于他吃不掉 尴尬了啊 你再吃以后价值都变小了 现在连校是越战越勇 哎呀 那我这学到了 以后 说我要碰到杨领心 我也跟他这样来 这这招好使啊 啊 你看着好像很被动 但是走一会走一会 走着走着 你看 现在 白棋开始反击了 这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一步都不能松 一点都不能松 你就要松一下 松了一下下 然后 就立刻人家活过来了之后 你就发现你就弄不住他了 弄得现在 嗯 就很难弄得住 只有走这个了 他贴给没走着啊 没吃着啊 这人家是吃回去的呀 难了 就只有走这种棋 难了 这是人家是吃回去的 难了 然后那也 就会连下自己也好了 那我觉得黑棋有点不妙 我觉得他搬不住 嗯 因为这种黑棋仙手太多 他打了一下 只有再退 那这个 哎 这个五子漆也一样 哈哈哈哈 五个在座又一龙 嗯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 那这个大龙已经肯定没问题了 这肯定是跑了 这地方有只牙 那黑棋在干嘛呢 这地方有只牙 他没走着什么木啊 你这处下去 跟人家这个利的价值不一定啊 黑棋如果只靠这个收益 那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收益 你没有让人家自己单纯做两眼 你这个走的是 人家这一利 本身就有十来木价值 是啊 很大的 哎对 你别闹了一会 人家这个利比你出去都大 那就更尴尬了啊 你本来黑棋 呃就是 你虽然吃不掉他 但是你一定要借公鸡得到便宜 但是现在不对了 你见到外边 你不是说借公鸡得到便宜 你是借公鸡被人家便宜了 啊那这个确实是不妙 不妙了 我强烈在 嗯 我觉得白棋刚才冲的时候 他应该挡住他 应该给他杀一下是吧 是 我觉得这里面 如果说他即使杀不赢 他也不是说就是打劫的话 他也是可以下的 外面就接住 接着那么厚 这也就只能说联校这个 对杨宁欣的心理把握的非常的到位 知道他不愿意和你形成对杀 他觉得那样反正下也挺好 对他也愿意 他就没想把你奔过一棍子闷死那种 他总想给你慢慢来 他不着急 这不着急 让人家喘过气来了就不对了 这气 主要是杨宁欣脾气太好了 脾气太好了 平时我这些没见到 印象中没见他跟别人红过脸 什么事都因为 从来都不着急 慢笑咪咪的 不着急不着慌的 说话也是那样子的 那一般总有个小伙伴们 总有个这个争执 对吧 总有点暴脾气 杨宁欣脾气没有 不过那天那个 汪老师还记得吗 被那个唐伟欣那个袜吃 估计 我记得 那个那那期输了 他也没有说是很伤心欲绝 没什么人还是 别人也看不见 对对对 总而言之这个 其如其人吧 所以杨宁欣可能 平时脾气太好了 这个在棋盘上 你看也是 这个脾气太好了 这个被连校欺负的 我觉得有点难受啊 这个 这个大龙耍的 你看太成功了 没有在这里边做糊 咚咚咚咚咚 都跑到外面去了 是不是 这个黑旗现在 也彻底供不着了 因为这有一点 这个地方也快连上了 这个如果说 黑旗把白旗把这个大龙做糊了 我们看黑旗是空的 木在哪 对啊 白旗这有一大块的 然后这有一小片 这有一小片 黑旗这个 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空中很少 这还盖着呢 嗯 波乐馆 黑旗 我们看看黑旗怎么办 黑旗弯了一下 这个再不弯 害怕来不及啊 再跳啊 还是不能被黑旗连上 小片 这小片 这黑旗难受 你看这一提 再提 现在再提 那现在提的时候 我们看这当初这部棋 就有一点多了 多了 多预约这部棋 那现在再白旗一下 啊 这个脸孝要笑起来了 哇 这脸孝很开心啊 打这个是吧 对啊 那就不是就是这个 这完全缓过来 已经已经活了 对啊 他说我已经活了 没问题啊 因为这地方这一靠 确实局部是不是 可能是不是都有个截火 因为这这地方 还有个提的先手 嗯 局部我觉得都有个截火 你这样一般的话 我这样一挤 嗯 是不是啊 局部的还不一定有 你觉得可以可能这样 可以强杀啊 他要是想强杀的话 是可以强杀 那也就是说 虽然没有截火啊 但是这地方有一个眼没问题 对 下面再有一个眼 嗯 就活了啊 连孝这一虎痴就是 显然非常直白 这个行没有死活问题 我活的 我这还要挡下去 你去你先考虑一下 你怎么连回去的问题 我活还要捞点木 对啊 这个不走 这两个子你你得先交代一下 你怎么连回去 还要交代这个黑系 那这个黑系如果还自己忙活连 那就是要哭出来了啊 但是我想如果说黑系要连的话 连孝应该不会再去搬的 那就挡下去算了吧 对他可能做活啊 因为这有一只眼 这再一只眼他就活了 他只要活了 我们看着黑系 从当初的公杀开始 唯一的收获 还跟这个要比一比C大啊 啊 那这个这个都不说啊 这个都不说了啊 这个都不说了 这个黑系吃白系四个 白系吃黑系五个 那一折算 可能权益差不多 比如说这个地方黑系没有收获 这不还挺大的 这不有二十木墙呢 那黑系收获在哪 就是吃着俩嘛 是 那才四木齐啊 啊 这个有点惨感觉 这番机是十二点半开始的 那现在四点半 都五点一刻了 现在都 那也得读秒了 肯定都读秒了 每方两个小时 然后是五四一分钟读秒 权益欣是很爽快的人 呃 他这个基本上形势不好了 他不磨叽 就很大度这个这个这个孩子吧 这个队呃 呃 不像某些同志 那输多了 他也给你啊 战斗到最后一个 我们讲集最怕碰到这样的选手 已经没有胜负了 输一大瓦了 他还要坚持战斗 那我们说我们讲啥呀 是不是 多尴尬 但是你也不能不讲 是不是 但是权益欣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放心啊 他要真的觉得不行了的话 他就爽快的就投降 但是好像这三分 这是第二盘 对啊 他要一输 就不行了 就完了 今年白干了啊 要成全了联校的天元联罢了 这四联罢了 所以说起名也很重要 又连着校又连罢 全都是有助于迎齐 权益欣是新人 是吧 这个新人总是难点 嗯 黑棋飞了一个 黑棋选择自保 对 那我反过来想 嗯 那这个联校当初这一打吃 是不是也 那就直接打下去 对 那为啥不直接打下来呢 这个逻辑怎么解释呢 不明 只能说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下太高兴了 顺便把这个打吃也弄好了 对对对 这个太开心了 这个当然这连回来之后 这个啊 这个当然没事 这一拐这个黑棋中间还能做出来 嗯 但是要无论怎么讲 这个稍微熟了 手软了一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黑棋现在如果说靠 他是搬吗 搬完了一壶怎么办了 你的意思这个 这个地方这火棋 这个不要紧啊 这个没有任何先手啊 这一你管我一狗贴总是火棋啊 这上面还有一只眼 对啊 这样子不担心嘛 那你的意思 黑棋安全了 你还担心白棋了 对啊 我现在要替白棋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哎呀 连一下这一一 这一手手软了 这真的是一点也不能松 这棋真的是 大家看看这 你松一下这后果 没完没了 因为我们说这个逻辑不合呀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啊 这个 虎吃如果说黑棋走这个 白棋也不能走这个 因为你这是个这个是后走的 他就打下去 那就直接打下去不就完了 那反过来 你为什么直接不自己打下去 如果说他要贴这个时候 你要高兴吃你就再吃嘛 嗯 逻辑不通 对 这个地方显得很奇怪 这个 结果杨天心这样及时稳住 啊 然后之后白棋反倒还产生了一点问题 对啊 我就觉得好像看着白棋越来 但是这也就是取点 取点地 他先挤了一下 应该是跟死活影响不大 嗯 应该跟死活影响不大 嗯 但是无论怎么讲 现在估计 人家也有点后悔啊 啊 就早知道啊 这个就直接打 对啊 所以我们也说嘛 你碰到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得一锤子把对方给 对对对 锤死他 你一旦让对方缓过劲来 绝对不能让他喘过气 不能让他喘气 人家越战越勇呢 嗯 那这个 这一靠就是你说的 对吧 我们看看这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 他长一个 我这个能不能靠 我这个能靠到 你就断不开我了 靠好像靠不到吧 对啊 这是个问题 那我就沾上吧 嗯 你沾上你这块气 你不怕我真的杀你吗 你好像也有危险啊 你这个不走对我一冲 再一冲 你中间没眼了 上面该我下 你可是做不出来而已 小心是吧 啊对对对 你这也不能 你这一靠怎么应付 是个问题 嗯 当然如果说这个 白旗只能怎么退兵的话 那可能这个空 又不一定了 因为这一靠 把大脚能够夺取的话 那收益也很大 嗯 我们看啊 下一首非常关键 白旗有没有 他是单靠的 我们给的建议是走这个 啊 王老师刚才想了一个单靠 也要挟黑旗 对 还是挺精彩的 如果你要一挡的话 我这地方就安全了 嗯 我就可以去手脚了 嗯 昨晚就是 联校不能太松了啊 这个棋 呃 都需要紧张起来 嗯 这棋现在下到这里是 第155首 正好呢 我昨天晚上还有个朋友问我 他说哎 我这刚学棋不久啊 现在打算去教教棋 嗯 然后呢这棋应该怎么进步啊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 我们这个天元微信频道呢 现在也呃有各种各样的围棋书籍 有包括围棋天地啊 还有呃 胡耀宇新出的新站啊 都可以在呃 这个我们的天元微信频道买到 具体的买法呢 还有棋具啊 精美的棋具啊 还有各种的书籍啊 AI的招法呀 这些呢都可以在这个我们天元微信 买到 那么如果你想买的话呢 就关注一下 围棋天元这个公众号 然后去公众号上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啊 有各种各样的书 挺琳琅满目可以说 包括这个各种节目是吧 对 回看的视频 没错 公众号上也都有 嗯 啊 我们看实在 啊他挡住了 这棋能挡吗 实际 真是硬梗啊 我是太硬了吧 他就是说黑棋这个不成立啊 黑棋如果成立的话 可能马上白棋就要大龙不跑了 我们怎么觉得不行啊 究竟的 这边没事啊 中间是安全的 那就是上边的问题 那就单靠 哦先虎一个 我这一虎行不行 单虎 是吧 我看这挺行的 这个黑棋挡不住啊 因为你一粘我这一冲 再一冲 这地方有个有个铺 这个你是挡不住的 挺难受 也就是说现在暂时还不怕 你不敢不敢硬来 不能来是吧 这骑行有点怪 看起来 但你可以走这个呀 如果白棋再跟着硬 那你就要来了 啊 所以说白棋黑棋走这个时候 估计他还得使用这一靠 啊 果然啊 随便挡了 这个收控啊 还是杨迪欣比较擅长的 对 对 吃齐不行啊 吃齐今天杨迪欣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不攻所以一攻 稀罗哗拉的 全都被白棋活了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 围棋是不是一个简单 就战略的游戏 是啊 你这个战略得到 嗯 是不是 效果敢敢的啊 这个棋 呃 这般棋 呃 可能又得 要继续一下 如果是 联想刚才要下很容易打 还是很漫长 那可能 杨迪欣真的是要坚持不下去了 对 他为什么要先胡打他 直接挡下去不就行了吗 现在这个越来越勇了 啊 收起空来了 嗯 啊 这个还有一个巨大的 刚才邱老师说有20摩 是吧 20摩朝上 是20摩加呀 对 二十二二三摩啦 这个很大很大呀 这个 接下来这就是焦点 啊 谁抢到先手 都要来走这个 嗯 啊 现在你看 不敢不敢虎了 因为虎要出这个事啊 长了一个 那黑气接上了 实地可够损的 啊 你关键他也不能冲啊 冲完了这一打 那真要死了 要把他冲断了 其实这个的意思是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要一靠的话 我是可以不走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万 嗯嗯 他可以单挖一个 这地方有一万 是 是这个意思吗 单挖他打这呢 打这个 打这个 我跑这个 哦 我不行了是吧 嗯 我不知道啊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还是跟着走的话 那这个不是又补上了 对啊 对啊 冲怎么办呢 嗯 所以说这个接是不是也很油猛啊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是胆子小点的接这个了 我 是是 如果说这个黑气能 白气能冲这个的话 那就 那又完了 哈哈哈哈 那 梁宁先生同志又完了 这打完了之后 反正这个是先手的 我就直接搞冲冲断了 所以是是 这个地方有关系的 这能不能靠他一下了 这都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悬念呢 如果靠的黑气只有打 那你看你在搬的时候 我就一冲 你一冲 我就没事了 那我就可以冲这个了 对啊 一靠的时候 你要 你走什么呢 我也真不知道你走什么 你除了挖以外 你没有别的方法 那我就挖呗 那就挖吧 哇 这看起来是非常凶险 非常凶险 极其凶险感觉 对对对对 非常凶险 嗯 可能 也只有如此 我觉得只有这地方 绝对不能插一手棋出来 这插一手棋可就是 这这一个脚能插得起吗 当然这一挖如果成立 那白旗这个靠也废了 嗯 所以两大高手 经过一番思量 这个是 他单虎之舞了 这个一靠的话 有个挖不敢来 他但是这个不敢来 那这也不敢冲 因为冲了 让白旗黑旗这地方多出先手 可是要断你 那这个地方黑旗没有先手 那你这个地方暂时断不开我 这个地方 黑旗它可以这样这样断 你这样断我这一靠呢 靠我冲 哇 那我这个 一反冲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夹锅呗 然后冲断这个 哎呦 那又涉及到这地方的眼 热闹 热闹 那就是说现在黑旗机会来了 沙大龙的机会来了 我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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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就是他克服了自己 该动手是真的要得动手 技术上的短板 对你绝对不能手软 那我们这个旗届又 本来杨敬辛已经够厉害的了 已经被深圳序称为中国最难对付的了 科技也很有意见啊 但是如果这个旗杨敬辛能吃掉 连向上大龙 那以后更厉害 功力就更上一层 现在杨敬辛来了 这这期精彩了 来了 这要杀了 哎呦 这个回到了杀大龙的节奏 现在刚才我们简单粗略的一摆 这地方一靠黑旗可以一冲 对 顺略能够足够 对接上 然后你加下去 对对对 能够联络 反正我扛住就行了 就是这个地方是没问题 别的不管 现在白旗的路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眼 中间我们刚才也演示了 我冲完了直接给你断了 对我冲完可以断 白旗 这地方有没有个眼 你就帮你 我刚才就在看这地方加一个 如果你要只能结果的话 对 这个地方虎是不是先手啊 这地方能不能有个眼 是个悬念 你看如果你要这个粘上我这一顶呢 有没有可以 这个挤能挤得到吗 对那就是那都是未知数 这就不好说了 这就不好说了 不几个 对啊 所以就很很难啊 这件事情 很难 而且这个地方如果弃拳撞紧了 这个一靠是不是还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看啊 如果说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啊这个全给全给白旗走到啊 全是未定因素 全给白旗走到 你看这地方 有个眼 有眼吗 没有 看错了 假眼 但是这个气 如果说全部黑旗啊 假设气都撞紧了 那这地方一靠 你这个挖 还是不行 那不能会不会有区别 但是哎呀 这个复杂了 你要这一靠的时候 我我是不是 他冲一个 可以冲这个啊 这就是完全都是 非常刺激 我们现在静待结果吧 不敢乱讲了 要讲的话要讲错话的啊 总而言之黑旗现在有机会啊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你现在在看AI胜利都没有意义了 AI胜利就怕这就杀到我们的时候 该动手就动手 杀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职业高手看的 是比AI准的啊 这个气 我感觉 不手软 有机会啊 不要手软 有机会啊 绝对不能放过啊 啊 我觉得好像黑旗 要成功率高一点 黑旗弄出一妙手来 嗯 白旗现在出现一妙手啊 现在就特别 危害的时候就呼唤英雄嘛 对吧 你现在如果突然一个天外飞仙的妙手 你不知道你看奇魂没有 奇魂那个 这个剧拍的非常的用心啊 它里边那个围棋的那种镜头啊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经典妙手 嗯 什么昨天我看了一集啊 对我们还老说那个旗行怎么样 哇 我一看那个真是经典妙手 然后他说哇 还会这一首 在一个寺庙里 两个人要冲断了啊 小光要去冲断了 啊 在寺庙里那个扫迪僧 吓出了一个一路一飞 我一看这不是某盘棋里面的经典妙手 哦 就是现在就是需要这个扫迪僧的妙手啊 嗯 要假设要普通的进行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了 联校大龙威了 我觉得危险 我我看好能把它吃掉 而且不见得是不还不指指这条大龙威 嗯 这是三盘棋的第二局 对 如果你让李星以屠龙的方式 获得第二盘胜利 嗯 那你再往下联想一下 这第三盘 这个联校 这个小心脏 是不是也 有得扑腾扑腾 会得抖两下吗 对啊 这个士气的 一下子打不一样啊 嗯 这个联校同志这个太大意了 这个联校同志这一打吃了 飞了一个 这个你老是非得是去惹 你把人家逼得忍无可忍 把这个小梅羊给就 无须再忍 对不对 无须再忍 老虎这不范围 你不能真是 你真挡我不会吃人 对对对老虎这个 一掌 一出手这个 这地方是这样 就是说他即使 如果说他要靠这个打吃的话 他待会冲回来 这里不是一只眼 哎呦天哪 到现在为止 我看也是白旗要完了 我也觉得白旗要完了 因为这不非血 还不像这么要手啊 黑旗把这个地方一整 刚才我们那个图好像气还紧着 或许还有点扑腾的空间 当然刚才扑腾来一看 你一靠人有一冲也不行 那现在这个彻底要凉凉了 有首歌不就是凉凉吗 凉凉凉 现在是不是要给人家唱一首了 这怎么办 你这一吃人家可以吃这个呀 你这一提人家可以拉回来呀 对呀 这中间是没眼的呀 就是说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实战现在是这个这个场面 那你这个对方也逃不回去啊 那根本就不行啊 那眼呢 眼在哪呢 眼呢 第二只眼在哪 请问 做急啊 现在做急了 那实战连下提了一下 提了一下 没有用啊 现在主要是一吃人家可以让人家可以把这个救回来 吃 啊 照急照急 这个棋 杨敬欣如果要真的是 这我觉得跑不掉 美梦成真的话 美梦成真的话 我看啊这个 新 新王登基啊 连下虽然名字好 但是杨敬欣也可以 也可以说嘛 我是新王登基 对不对 哦 哎呀 他还挤了一个 164165 都已经 你提都不给你提找了 都不给你 反正就下了 现在 这已经告诉你了 我就是横下一条心杀你了 现在 这提指先手啊 对 现在要还犯错误 他就不是杨敬欣了 因为他这个下法更好 他让你这个 对 这个挤都挤不进来 下边安全 对 呀 现在是 我这横了一条心了 我真的要吃你了 这个网越收越紧了 他终于不打算再有什么退路 什么退路都不留 不给自己留了 哎呀 这个杨敬欣 很有希望 美梦成真 啊 我觉得白旗这块旗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我实在没有看到 他有任何活 你已经要宣判他的死刑了 是吧 他有什么活的可能性吗 这 因为确实是 你看这个 实在看不到有活的可能性 这部虽然是新手 他还这还松一期 但是这个地方 做不出两只眼 然后我这还接你一下 哎呀别那么狠 先切一下 这部飞把最后的一点的 妙味的空间也给卖完了 大家看到这这白旗 这两个先手没用 他搬他都冲回去了 这里一点用没有 这个这个地方也没有路啊 因为你走这个 人家可以冲这个 这个也不存在杀气 什么问题都不存在 对啊 你要是后手把它断开 他上面能活就行 你看这一冲 你这接先手也没有用 他接上就行 你是一搬的时候 人家可以走这个 啊 断不进来 是的 哎呀这个是杨敏欣 这关键时候还是 痛下杀手 露出两牙呀 啊啊 这个尴尬啊 我觉得等到 这一靠人家可以冲 这也没毛病 读秒的时候就看不清的时候 反正就挑一条直线的道路 通向罗马的就行 完了 到现在还没落子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这其实还看不到有什么活路 哎 原下这个笑不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 今天即使下成1比1 也还有第三盘 这我们高兴了 对 还有第三盘的热道可看 是不是 嗯 这盘棋是在江苏 苏州的统礼进行 哇统礼也是 很漂亮 举办了20年 对对对 这个天元赛啊 统礼 统礼是一个古镇啊 风景如画啊 是的 举办了20年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非常难得 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 没错 20年期间 统礼镇的领导 嗯 已经都退休了好几个了 但是比赛 仍然在继续 领导换了一波 然后发现这个比赛 依然在继续中 嗯 对对对 我记得很早之前就去过 同里那有一个叫退私园 没错 很漂亮 江南园林 名园之一 这个不是后天安置 是他这个当时的主人 嗯 他就设置一个下棋的亭子 哦 是这样子 各位有去退私园参观 也可以去那感受一下 对江南园林很漂亮 那个亭子里下 嗯 哎呀这盘棋我觉得真是很精彩啊 对 但是围棋的残酷性也就是这样 一个人有一个人笑 就有一个人哭 哎 这个棋连笑这个大龙被吃了 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对对 所以说啊 这个这盘棋连相是成也治孤 败也治孤啊 啊 你靠着这个治孤 获取了这个巨大的优势 有一度已经胜利就在眼前 哈哈哈哈 但是啊也是因为太不把自己的死活当回事 最后被 江南园林一个反击啊 现在迟迟不落子呢 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啊 因为独角之中嘛 不落子就是说没人输了 因为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四处没有活路 嗯啊这个这手棋没有啊 这个杨领兴啊 能够用屠龙的方式而获胜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他是挺愉快的 对他自身也是一个突破啊 以后他对于屠龙这件事情 就更有信心了啊 这对我们棋界也是个好事 嗯 对杨领兴目前等级分排名第二 我看他仅次于柯杰 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最近这个状态 不是太好啊 但是今天看起来 他有可能会恢复信心 就是自信 对于他这个水平的人来说 我觉得太重要了 是的 原本身连续同志就认为杨领兴 本来就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 嗯 所以他能够恢复到自己 就是很鼎盛的那种状态的话 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了 我觉得 是 杨领兴那其实没什么大毛病 对 很少有特别严重的失误 嗯 就像联校这种 这种关键时候 这个失误吧 这个虎吃着去起因 对 是的 最后这个虎可能是最后的这个代招 嗯 我估计杨领兴是很少出现 嗯 可能下的时间长了之后 他有时候会 哎 有的时候 可能会一下子不太清醒 这个这个 明明可以打下去的 其实他怎么跑到那去虎一个 然后等人家贴回去 他再打下去 想得好像太一箱情愿了 这件事情 嗯 有点大意了啊 嗯 或者说他想得太好了 他想得能胡打到这一箱 让人家接不上 把上面那一票再捞了 这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感觉 啊 最后的结果是出来了 是吧 应该出来的结果 是联校 超时 愤人耳超时 选到了超时 嗯 就是说 嗯 我不知道下哪了 我不下了 我不下了 你被你中盘胜 被你屠龙胜 嗯 我可以说是一个超时 嗯 选择了就这样一种方式 嗯 有点悲壮 不是真的超时啊 而是因为这个棋实在是 这是活不了 真活不了 这怎么活 这第二个眼去哪找 嗯 这对联校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 不过我想奇迷朋友们应该很高兴 这第三盘肯定很精彩 估计 而且这番棋也是咱们这个围棋的一个 好看的地方 嗯 你以为以为 他像都已经胜负已成定级了 突然是这某个地方 对 就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不一定 这件事 像他们这个水准的棋手 都经常会翻盘 我想想 哎 大家应该觉得我平时下棋应该挺有机会的 所以不到了 最后一刻啊 嗯 不能放松 没错 嗯 那我看现在没有显示结果是吧 嗯 可能一超时 估计也差不多 也有点不会了 有点懵 嗯 一般以前我记得人工读秒的时候 我也读过秒 你说 一 二 三 四 五六七八 到了八的时候我就会放慢节奏 我想我总不能让他读超十吧 这个 然后到九的时候我就拉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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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一个也是一个小朋友啊 因为以前他们棋界的传统 就是小孩啊 少年队的小孩去做记录 那我对一个小朋友给我做记录的时候就是 他可能是我那一首 我长考时间太长了 他有点困了 他有点困了 结果一醒来发现 我都读秒了 然后再一看表 这怎么都已经都五十秒了 然后他怎么给我读秒呢 他说三十秒啊 然后直接 过了五秒钟就是一二三四五 我一下就被他读晕掉了 这 他往前面望你读 赶紧往下 这件事情 那被读秒的人可能会有点疯 因为读秒的时间长了之后 你你会就是人会有点晕 这就一下哎到多少了 三十还是四十还是五十啊 就有点晕了到后来 然后经常容易出错 但是现在都是电子读秒 这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电子读秒 他是无情的 他不会像我这样拉长 他后面就八九十 你要不下子的话就过了 咱们这第三盘是明天就继续吧 没错 按照传统一般都是啊 三番期如果有第三盘 中间是不休息的 直接明天就继续 哎呀这对于联校 真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能不能利用今天晚上 进家明天上午的一个时间 调整一下 赶紧调整过来 嗯 抖擞精神 再下下好第三局 嗯 我相信他最需要的 不是在备战了 而是要赶紧调整情绪 调整心态 忘记这番棋 好好的去下好第三盘的决胜吧 因为天元这个他已经联罢了 三届了 这肯定是舍不得啊 这个触久了都也都有感情了 没错 我相信这个天元也是他最想赢的这么一个比赛 嗯 这个天元完了之后呢 我们赛程都后面的赛程是很密集的 接下去就是联赛了 哦对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体力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对对对是的 嗯 这很不容易才促成了联赛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但是这个联赛呢 要连续从头下到尾把它下完 对咱们天元围棋也会一直给大家 从头直播到尾 从头直播到尾 直播了 嗯 是 所以我想也是奇迷朋友们的一个盛念 但是对棋手来说 这体力是个考验 可是可能下到后面都越来懵吧 这个感觉 是啊 所以这个你看 结果还老不出来 这裁判也有点晕 是啊 估计这种超时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过 嗯 当然现在就是再给联校 再多的时间 嗯 它也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企业 我们也都已经看清楚了 确实是活不出来 嗯 现在就等待裁判最后的宣判吧 嗯 估计那盘企业应该下完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哎下完了吗 嗯 白中盘胜 白中盘胜 显示就是我们前面第一盘给大家讲解 这盘是玉智颖中盘胜 啊 也没有意外 那个棋确实是 这实在是不太容易有意外出色 对对对对 下了 后来我看就是白棋就把空收收住就行了 是的 嗯 这个我们最近还有很多的棋可以看的 包括这个 啊 神真旭是不是也已经完成七连 七比零 七比零 哦 嗯 很多人都在感叹 这个实在是这个赛制对朴廷环来说太残忍了 所以说要联想很伤心的话 就去看看朴廷环吧 啊 就不用那么伤心 对 还有比你更伤心的 是啊 你这毕竟明天还有机会 那边都已经 那边太惨了 载入史册的 零比七 是 你也说七盘胜负赢四盘不就结束了吗 嗯 来个零比七 那这盘棋应该是出结果的 就是是 嗯 杨顶欣是中盘胜了联校 我们不清楚是超时还是怎么回事 赞成一比一 对反正是现在一比一明天将进行决胜局的 嗯 最后一盘 请大家继续关注 好 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嗯 嗯